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高中江 经过一个国庆联系 总统代算上新的发展 韩国如是不是开始要放寒假 他要求我创影文辩论両划政策 今年韩国如指定的辩论 今年电到金四十 今年韩国如感冒发动 面对中国的威胁 香港的政策 韩国如有什么发布 可以提出说 也就是继续说国民党的一中告票 但是习近平都说 他有两者台湾风暗 台湾治疗古转 也还有什么方法 也就是韩国如要专业焦点 市政哪里接受接线 市政说不清楚 国政还没法度 也就是当时要请假 也是说不清楚 这礼拜 他有安排这冰冬的沉浸之旅 19号 在台南买万人的作词 这些消息都要不确定 到底是在考虑什么 现在电队是 南亚既然在烦恼 因为没有母亲 刷头来拼立委 也怕这个 韩流来的带衰 南亚竟然有立委参算人 找科匹 欺负责 签名 希望支持 还有什么邀请 过程来贴台 但是恐怕 韩粉 欢庸 国民党立委审前 出现什么变化 怎么没找韩国如来 那放上去大家虽然 顾死名吗 立委这边是有人 画菜类配 上去都合作会了 立委这次立委 是不是可以拼过拼呢 明年的总统立委 代算 王国感是不是 关键 是谁在操作 那么有人 加速新会呢 也是配合中国 能力 是有看清楚 台湾人民 是在想什么吗 今天 我们这部中 都有相识分析 先介绍来宾 我最后面的第一位 民进党立委 丹天辉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基金党发言人 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还有资认媒体 吴国栋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 文川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资认媒体 王世奇 大家好 资认媒体 邱明宇 大家好 资认媒体 陈东豪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韩国族抛出 要跟蔡英文 辩论两岸政策 刹总统回籍 要先回去议会 接受接顺 来看VCR 高雄市长 韩国瑜 准备在10月中旬 请假选总统 传了好几天 就是迟迟不愿证实 是不是16号就要请假 其他我们就发言来讲 现在市长 有很多的市政的工作 必须要赶快的完成 而且在于国政 跟市政的部分 要怎么样去协调 那么这部分 相信市长在做好 决定之后 一定会马上的 跟大家公布说明 什么时候请假 韩国瑜和自己的 禁忠发言人大打太急 明明请假后 首日的起跑行程 都被青蓝媒体曝光 韩正英却在请假一题上 大打模糊仗 甚至疑似为了转移焦点 抛出要邀总统蔡英文 辩论两岸政策 时间地点对首选 越快越好 遭蔡总统打脸 说11月登记后 一规定就会辩论 急什么 要韩国瑜别忘记 市长身份 对市政有责任 不要回避议会监督 好 我们看到 从上礼拜到现在 在韩国瑜到底 何时请假 都还没有确定 都还没有说清楚 但是韩正英 就先抛出了 要辩论两岸政策 好 请假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来分析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辩论两岸政策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韩国瑜 他就说了 希望能跟蔡总统 进行一场 两岸政策辩论 时间越快越好 因为人民没有时间等了 那蔡总统就说了 不知道在急什么 韩国瑜是民选的市长 对市政有责任 那不要回避议会的监督 好 那韩国瑜 这边又说了 现在连辩论都不敢 蔡英文究竟在怕什么 感觉上韩国瑜 是不是很急呢 来先请教 名誉怎么看 在背后韩国瑜 到底是在盘算些什么呢 是想要转移焦点吗 又说这个连辩论都不敢 还是语气上 感觉韩国瑜是比较急的 不过这要先来问一下 就是到底是韩正英 因为你知道韩正英 现在很乱 包括一个请假的问题 那可能谢龙介 有一种说法 叶元之何庭欢 他们有一种说法 所以这个到底要辩论 是谁要提出来 而且我今天问了很多种 就是到底这个辩论 是国政顾问团 要跟蔡总统辩 还是韩国瑜本人要跟辩 还是韩正英 要派谁出来辩 这还有分的 对这还是有分啊 因为真的 待会要问世伟哥 这我们刚刚就问了一轮 我就说是韩国瑜自己吗 他说没有好像是国政顾问团 还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可能 他们自己内部真的要出来 要出来讲清楚 不过必须讲了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间点 抛出这样子的议题 那当然我有问过 就是为什么要用两岸政策 辩论来大打第一炮 因为他们认为说 就是国民党的强项 还是在于两岸政策啦 经济政策啦 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 是可以跟民进党有拼 然后可以这个 他们的国民党自认为的强项 那但是我还是必须说 到底是谁要上阵 这到底是国政顾问团的说法 还是韩正英的说法 还是韩国瑜本人自己 那这个 其实很荒谬 没有一个什么 总统候选人是叫什么 国政顾问团来出来 去跟现任一个总统辩论 这不是笑话吗 对啊 所以我就说 这是韩国瑜本人自己的意愿 你看刚刚大家都有在问了嘛 就是镜头那个麦都堵上去了 结果韩国瑜自己本人 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然后现在连到底 要不要什么时候请假 待会我们会讨论嘛 为什么连请假事情都说不清楚 那你两岸政策 我们也会担心 是不是自己要先拟好 当然我们知道说 在国庆假期的时候 他的国政顾问团 跟这个韩国瑜本人 自己有出来讲一个 这个两岸政策的一个说明 但是听来听去 你知道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呢 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老调 就是一个老调牙 国民党一个基调啦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感 除了他有一个 唯一一个新的 因为他其实就是只能强调 叫九二共识嘛 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那问题是说 这个他提中提出是说 他有点copy王金平的啦 就是可能国内自己 要先坐下来谈 讨论出一个共识来之后呢 然后再来跟对岸谈 那其实这个就是copy 之前这个王金平说的 就是你如果九二共识 这个台湾民众没有一个共识的话 你是不是要提出一个新名词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感觉又在那边打转不是吗 对其实他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高招 就是九二共识一个老调 那说实在的 大家都也知道说 九二共识就是在马英九执政 已经是最高峰了 就有这个两岸的红利 接下来就是没有在一个新的论运 论述两岸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特别的突破 所以国民党想要在两岸论述这个部分 要在打点在得分的话 我认为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是非常困难 尤其这一次整个的氛围 就是在反中中的一个氛围 那说实在你要两岸政策的辩论 那先请教韩正寅 你们自己对反中中的这个态度 到底有没有讲清楚 那还有就是说韩国瑜自己 他曾经经过中联办 那目前为止 我不觉得说 他在两岸政策的这个辩论当中 他会有任何的得分的一个机会 那一定要挑战他的啊 那你为什么要进中联办 中联办大家知道 他是比林郑月娥比香港特首 还要在更高阶的 他可以掌握到这个香港的 包括你个国营企业啦 还有一些企业 还有就是说 包括党政军这个部分 都要听命你中联办 那如果说你韩国瑜 自己一个身为总统的候选人 你都经过中联办 那是不是代表说 如果他真的当上总统之后 他会成为另外一个台湾的特首 这个大家会质疑他的地方 所以连这件事情 他都无法解释清楚 那还有对于反中中的事情 也是一直处在暧昧不明 所以我真的不认为说 他两岸政策 那你国民党又了无心意 一直在九二共识打转 九二共识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 他是随着主席的更替 你是一中同表 一中克表 你自己国民党都没有一个共识 那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你要辩论什么 你是不是国民党自己内部 先讲啦 你人选要先讲清楚啦 然后你自己的共识要先有啦 然后再来进行辩论 那最后啦 当然他还是会讲 你在这个时间点 提出两岸的辩论 当然是要转移 他请假的一个焦点 所以是转移焦点 大家知道说 他现在就是要请假了嘛 请假时间点 到现在还讲不清楚 所以他怕被人家批评 所以赶快先讲说 哦 我要提出两岸辩论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啦 就是说他提出两岸辩论 之前自己要先有个清楚的论述 大家才知道你要辩什么 同时啦 真的也不必急啦 因为等到真的11月 总统确定之后 真的会举办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总统的政策辩论 到时候就会有就对了 对 所以真的也不用 OK好 那只说现在韩国瑜 就马上抛出这样的 两岸政策的辩论 到底能为自己加分吗 世维哥稍要回应 先请教实习 怎么看 这部分韩国瑜有办法得分吗 特别是我们说辩论嘛 去年还记得吗 市长辩论的时候 不是有冠军 大家就说 哇 他真的是被电报了 那现在他面对蔡英文 有办法得分吗 所以那个不是他的目的啦 就是真正要辩论 真的不会是他的目的 他以 就是现在的状况看起来 他是民调上的落后者 那落后者的战法 其实就是要主攻 不断的攻 对 然后不断的 这个强攻蔡英文 那所以他们提出 韩正宁提出要辩论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们当然 不会是真心要辩论 因为他知道蔡英文 不会跟他辩嘛 因为他知道 他们都还没有登记你 现在弄辩论这个议题 其实 其实你 你就是存心想要炒作 一个话题而已 然后对方一定不可能 在现在答应跟你辩嘛 而且更何况你 刚刚听起来 对象到底是跟哪位辩啊 是跟你的国政顾问团一起变 还是跟你候选人变 不知道 那所以当蔡英文阵营 不会答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韩正宁又可以 借此认为自己捡到枪 哦 你看 这个蔡英文不敢变等等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等等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招 他们韩正宁认为这是主攻蔡英文 可是其实到最后就是流于口水战 因为这件事情不会成真 而他自己也会知道 这件事情也不会成真 他本来就会预料的到啊 喊假的到时候 恐怕对他是有伤啊 对不对 你连辩论也是喊假的 那以后谁还相信他 我认为啦 这个就是选举的招数啦 他认为这一招可以打到蔡英文啦 就是证明说 蔡英文确战不敢变等等的 这个台独党之类的 那可是他一定这些 这些预判的可能性的 这个走法 其实都会在他们的计算当中 那的确我觉得他 必须要找另外一个话题 来转移大家都在质疑 你为什么现在开始放寒假 而且寒假放的比暑假长 这件事情 因为显然放寒假 长达三个月这件事 我认为对于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现在的重点是 缺乏年轻跟中间的票 那放寒假放这么长 这件事情对于中间 对于年轻会更加的反感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 事情来转移这样子的焦点注意力 好那如果我们再回到上一趴 就是好如果你要 你真的有胆量与这个胆势 要跟蔡英文变两岸政策的话 我会觉得国民党其实应该要多加思考 就是说因为在整个光谱上面来看 就是说看起来民进党蔡英文已经不断的 从原本的左边一直往中间挤 一直挤一直挤 现在试图挤到中间的中华民国台湾 他在国庆里面蔡英文讲的 中华民国台湾不会是蓝的 也不会绿的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颜色 所以他看起来已经从原本的绿色挤挤挤挤 挤到中间 往中间挪移 对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国民党的论述两岸政策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他几十年来就是九二共识 就维持他没有长大 他可能逐渐在缩小 因为这个中间跟年轻人觉得不对啊 这个不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 更何况年轻人他会跟你 他真心会跟你在乎九二年发生什么事吗 九二年他们可能还没生 现在是2020的总统大选 那所以你不断的 拥抱着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你的选票的增长 完全没有帮助 更何况可能会流失越来越多 九二年之后出生的人越来越多 你会流失掉这一大块了 所以我觉得两岸政策这个部分 国民党的确应该要好好的重新 重新想找出一套论述 比较贴合台湾人大多数意见的那样子的论述 有人就说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 其实应该适时做一些调整了 九二共识真的太久远了 没有与时俱进 现在都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都已经进展到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了 来请教这个世伟哥 这部分到底是真的 这个韩国瑜校正的这个辩论 到底是变真还变假的 还如民谣所说的 叫国政顾问团来跟蔡总统辩吗 有这种辩法的吗 我相信是由国政顾问团 我们的发言人樊曼星他所提出来的 那我相信今天也不是只有国政顾问团 可以跟蔡正寅然后做这一个辩论 你今天韩国瑜正寅所提出来 就是韩国瑜本人啊 韩国瑜总统候选人要跟蔡英文总统 来辩论两岸的一个政策 这有什么好奇怪 2012年的时候 蔡英文那时候当挑战者的时候 对于ECFA的一个议题 也是批评有加 好啦那一起辩论 那辩论下去高下立判 如果照刚刚各位所说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陈其脉跟韩国瑜做辩论的时候 韩国瑜是属于劣势 那现在蔡英文总统阵营 民进党阵营更应该要跟韩国瑜 来做辩论啊 那辩论了 搞不好你们还会得分啊 但是我相信两岸的一个议题 大家也都知道 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就是两岸外交国防嘛 两岸这是无可抹灭 甚至于刚刚明月也讲 反送中的一个事件 这都在两岸的一个政策里面 那我相信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是在1992年两会所会谈的 蔡英文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他在立法院被询 他也讲过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而且他也遵从 这个九二会谈的事实啊 那到了2008年 国民党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两岸要来做 这个和平共处 单化敌对的色彩 把1992年会谈的一个事实 做成两岸的一个共识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在我们国民党主政这八年里面 所以你还是拿这个九二共识来辩论就对了 我相信这个部分 如果说硬要讲说一中同表一中各表 但是在我们的党纲里面就是很清楚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嘛 那我相信两岸不是只有对抗或屈服 我们要站在一个中道的一个对等尊严的一个立场 两岸能够透过交流 思维哥我先提醒一下 你刚才说的说法就是说一定是主帅辩论 当然啊 不会有那种国政顾问团 找这个蔡总统辩论 我跟仲将您报告 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当然也有提出讲说 幕僚是不是能够来做辩论啊 幕僚先辩论啊 那但是大家要看的都是主帅对决嘛 那要不要等登记了以后再来聊啊 今天我就讲了嘛 2012年你之前你也是在野啊 那个时候登记了没有 还没有登记嘛 你一直跟他对岸然后来做呛吓 结果你都提不出对策来啊 但是就是说现况啦 就是说不管是蓝绿 是不是有办法去面对现在2020 要面对的两岸的局势 特别是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变化非常多 包括中国也不断的在加大压力 我们看到其实馆长就六问韩国瑜啊 你有办法来这个面对 现在的这个情况吗 馆长就说啦 国民党缺乏国际观啊 只依靠中国市场怪罪 美国政治操作 那再来他就说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呢 不就是舔中两个字 人跪着赚钱 跪久了 国家就没有了 是不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那这个韩国瑜他就说嘛 台湾人民厌恶口水战啊 需要真枪 真刀实枪的政策辩论 外界之前都是觉得 韩国瑜都是虚的 喊口号 现在他要真刀实枪的政策辩论 真的有办法吗 来东豪哥 怎么看这部分 也就是说韩国瑜现在 可能要拿着过去 92年国民党的这个 两岸政策 92共识 拿来现金 跟绿营做一个辩论 你觉得有办法吗 辩论一定会举行 只要韩国瑜韩市长 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 反正就会有公办案政见会嘛 到时候一定会有交锋的 所以辩论这件事情 只是说什么时候发生而已 什么时间 韩国瑜现在是比较急了是不是 急着要先辩论 看起来是他急 比较希望先嘛 但是在韩国瑜韩市长 要提出他的两岸政策论述之前 给大家回忆一个 这个是朱立伦 在7月21号 7月21号呢 接受孙春华小姐的网络 直播的访问 在那个时候呢 谈了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他未来会不会在 韩国瑜韩市长的团队里面 扮演角色 那时候朱立伦讲的 第一个他不求任何职务 第二个呢 他就谈到这句话了 这句话应该是原文了 九二共识啊 不该再当作国民党的定海神针 而是我管你 就是北京啊 就是我管你北京高兴或不高兴 这就是 我们台湾的民主 是我们坚持的立场 就是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它是被民进党打脸的吗 民进党打脸九二共识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啊 在2008年的时候 在马英雄总统的那个时候 第一次进典总统的时候 他是过关的 那他唯一被质疑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出在习近平先生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1月2号的谈话里面 就是那个谈话里面 你看不出来 他是对国民党一中各表 这件事情的有所 有正面的回应 因为他的导师苏起先生 在去年12月在上海讲过一句话 台湾各政党应该要推出 最能够跟美国沟通的候选人 所以韩国瑜韩市长 他就是指谁 这个是苏起的判断 所以韩国瑜韩市长 因为苏起是他的国政顾问 又是他的老师嘛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韩市长 在跟蔡英雄总统辨认之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台湾的安全感 有一半以上是因为美国的态度 那他必须要先扮演一个 最能够跟美国沟通的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非常重要 我要讲三次算了 因为要谈两岸 你跑不开这个台湾 美国跟中国的三角关系 美中台三方关系嘛 所以这件事情 他应该先把自己的马步先做好 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呢 再过来跟蔡英雄总统 做两岸政策的辩论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会比较好 对美这一块 你不一定要去美国访问 但是你一定要让全民相信 你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你是可以跟美国沟通 你是最能够跟美国沟通的 那有吗 他有善进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特别是在国政顾问团发表 两岸政策的时候 我等着看他表现 等着看他表现就对了 对 这个就是说 因为所谓的政策辩论 其实是要解决 所谓的亡国感的问题 那亡国感其实是 从安全感衍生出来的 所以韩国瑜必须先证明 自己是可以提供安全感的 那台湾的安全感 那么讲 就是美国 整个选举到了最后 因为现在是89天 其实这场大选呢 其实在决定几个大方向 也就是在 清中跟清美之间 你要做出一个态度选择 对 那这个事情来讲 蔡英文总统是现任 他并不因为这样子 而有绝对的优势 在野的韩国瑜市长 也不会因为是在野 而绝对具有劣势 可是你必须要 能够拿得出来证明给 不用证明了 你要让你的支持者 或者还没决定支持你的人 可以感觉到说 你可以提供安全感 你可以提供安全感 你自然就会破了亡国感 相反过来再讲 说你如果不能提供安全感 你就破不了亡国感 那这个关键在哪里 在他的老师那句话 他必须要让大家相信 他是最能够攻 美国沟通的人 OK好 这个东奥哥刚刚提到了 这个安全感跟亡国感 这两天其实 这个蓝绿双方都在交锋 到底是谁在这个制造亡国感 那安全感谁可以提供 那特别也提到了 韩国瑜的老师苏起 他是专家吗 还是跟着中国一鼻孔出气呢 我们来看 这亡国感的部分 苏起其实在这个 两岸政策的这个说明会的时候 就韩国瑜他的两岸政策 都已经这个出来讲了 他就说蔡英文连任两岸会 这个地洞天涯会火山爆发 那就是不晓得到底是站在 哪一个立场来说话 是不是跟中国一样的 这个鼻孔出气 好 那这部分呢 因为蔡总统说嘛 亡国感是国民党操作出来的 韩国瑜就讲 亡国感根本是民进党选举操弄 不该靠这个来贩售亡国感 来换选票 同时他又说亡国感是 蔡英文惹是生非出来的产物 然后麻烦是蔡惹出来的 却要人民来承担 是有这种逻辑的吗 再来联盛文就说了 怎么民进党执政就要亡国了 是这样吗 每次选举的时候 是谁在说这个中华民国要亡了呢 来 博伟怎么看这种情形 到底是谁在制造亡国感 谁能够提供安全感 修生的我认为亡国感 自早以来 从赵少康开始一直到这个 连政中 他们都说中华民国的别忘 请问各位 自他们台北市政 开始算一直到这样 是中华民国别忘了吗 所以制造亡国感 一直都是中国 以及中国国民党 来制造给我们的 对着台湾人民来说 台湾现出时 又没有一个 叫台湾国的这个国家 所以对我们来说 如果台湾真的别忘了 我们又感染了 用一个台湾流亡政府 台湾民族在全世界各国 来倡议 要回合台湾 这是我们的勇气 这是我们的气费 不是说就一天到处 在那里唱出 所以梦国感 一直都是中国 跟中国国民党来提供的 自安全感 刚才说的美国方面来提供 所以台湾人民 在日空日空 要选到对着一条道路 其实是很轻松的事情 我要给大家的鄉亲报告 如果我们这次的投票 没错 我要提出这些人的一件事 各位师傅 你们做中国人的时间 比我们这些效果更少 所以我们的未来 台湾的未来 要交给台湾的后一代来决定 韩国禄要挑战两方的政策 我想这是一个 利益廉邃势力 都没有的行为 第一 他叫政总统 他明明知道 做一个总统 也算他明明知道 登记了就有辩论会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 这就是一个企定 这是一个无理的行为 再来呢 他的这个过期 他的目标 是这个叫苏祺 他说这个会火山爆发 这个制造亡国感 你看他也是在制造 台湾的亡国感 有没有 都是中国国民党 他的经验 跟他辩论之后 他都不是在说台湾 他是在说富城高到厚 他的力量 他打入中联办 包括过台民家 不要进入 他也是想要打入 他最近有一个电子 補办电子 叫火口的两人 日本的电子 结果有一个民众 扭手 说这个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播 他说他没这么多回答 而且他又说什么 这个警察机关帮我查一下 这个人的新闻 前看这个人的什么 把马术局抢起来 他很多都可以在议会里面 表达他对中国的态度 结果他选到会票 议会的监督 9月2月9月9月台湾有一个 新闻香港的暗会 韩国族不够 有一个新闻香港的联绒枪 他给他贴图 他要求文化 文化叫法文贴图 所以他过去所有的行为 其实有很多机会来表达 他对中国的立场 他都没跟人民说 他有武台给他说 他没说 他硬要找这个 刷文总统挑战 这不是政理操作 什么是政理操作 而且他个人 莫忘事上苦人多 但他忘记高雄市长责任大 所以这个没有益 没有益气 他的伴随到农社的问题 处理了厘厘厘厘 倒在阳光秦 最好连农社用 买的都没听到 无联 最好在中联办这件事 再度对着中华民说无耻 这个没有礼毅廉厘厘的人 所以刷文我认为 总统不应该接受这段辩论 因为不要跟猪打架 只会把自己弄脏 博威都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礼毅廉厘厘的问题 韩国瑜都没有 来 郭东哥怎么看 那一个孝孝人 如果没有大面对香港政策 来发表他的看法 是怎么跟刷文进行 硬化辩论的政策 我没想相信廣华政策的辩论 会对韩国瑜有加分的作用 不可能的 如果说这个政策 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没有弄清楚 就这样挑衅 当然就是谈假的嘛 因为各界的位置 我们看不到国民党 还是国政顾问团 对两岸政策 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 新意出来 翻来覆去 就是那一途 这在玩文字游戏 这是所谓 老国玩不出把戏的意思 就是这样 苏东连前 参数走去中国破冰之理由 一直到现在 台湾的每一次总统大选 就是两岸政策辩论 两岸政策辩论 结果我们有没有听出辩论 是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让大家看着眼睛大选又赞 这样就对 没有 所以不要再骗人了 我是提醒 埃古法的时间已经到了 满了 好像是十年 埃古法的第十六条 如果不在西约就自然会址了 这个英企台湾太阳花 悬疑运动 轰轰烈烈起的条款 现在要停 没有你韩国要对这个要表态 我这件事情比你在 鬼打架的两岸政策扯半天 那个时候希望一招嘛 政策辩论 好酸您出来 别闹了 我叫明毅刚刚讲的 那个是 我是希望韩国瑜的进行办公室 你们最好赶快出来回应 到底是传言还是确实有这样子 哪里有挑衅下暂帖的人说 既然是国政策去辩论 那有争效 那你国政策辩论 你就跟民进党去嗆嗆就好 我们两团来两党来辩论不就好了 你总统当然下贊帖 就是你贊帖至少要写时间地点内容 然后挑战对象蔡英文 我这边是韩国瑜 那我说国政策务团 所以这个让人说到会爱笑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生价 为什么我生价 就是我刚才讲过了 最后国民党 到底是一宗各表 一宗同表 然后九二三 你现在书籍又出来了 会有新东西吗 九二公司不是从他开始 一直弄到现在了吗 韩国瑜聪明的话 都要想到一个问题 你在高雄市掀起 韩流高潮 甚至整个虚减台湾的时候 国民党赢得十五席 不是谈两岸政策大赢的 是你的花大财 是你的经济复苏 是你让那些基层大壮 宿命说 这样对了 我们就是要借 所以你赢了 你那时候炮轰 一力一收 你炮轰什么 大家都给你带你 你如果那时候 高雄市大发两岸政策 我看你倒在那边 不可能 你现在被酸总统 所以他希望我这是共同的高度 但是你看他国阵 双思姐那天排在那里 我不是在挖谷 穿那些沙甘 看着国旗专门 他坐在中间 跟他路人甲 一谈到国阵问题 就这个请这个回答 等那个回答 他坐在那里跟他有什么 他根本讲不出来 帝总统 所以蔡英文讲 不要急登记以后会排出辩论 我希望那时候韩国瑜的政策 不是要求说像你们出嫌一样 只是证件发表 那是真的 真刀真枪 所以大家讲话要真实 我今天拿去剩下 韩国瑜 你真的要对这个回应 你看看报纸头条 其他报纸不敢 承认台湾是国家的連署 在美国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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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验网站有一个规定 你只要联署满十万人 白宫就在六十天内 回应这个答案 他现在要美国白宫承认 台湾是个国家 联署在一个礼拜内 达标十万人 六十天回应 六十天 刚才总统大选前 那一个月 十二月 这个才是震撼蛋 白宫的回应的时候 两个候选人 要对白宫的回应 要提出辩论 不要管两岸政策 白宫现在要不要承认 台湾是个国家 如果他承认的话 我看韩国瑜 你就提前打包了 当然就是说 两岸政策也是要辩论 只是说现在 最新的一些情势发展 美中台三方关系 其实总统候选人 都是无从回避的 那你韩国瑜 自己是不是能够表态呢 还是说不知道呢 或说回避呢 或说cue这个国政国务团 你来回答呢 自己候选人本身 到底看法跟这个角度 在哪里呢 那婷美文怎么看 这部分到我们就说 到时候自然就会有辩论嘛 只是说蔡英文总统 是不是也有做一些 沙盘推演 毕竟面对这韩国瑜 也是过去非典型的 这个人物啦 也就是说 他或许也会出 什么样的奇招 这部分绿营 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是觉得很难啦 因为辩论就是 看真材实料 那韩国瑜对于 所谓他两岸政策的议题 大家都清楚 从他这一段时间 必谈不谈 然后甚至是由韩办 直接回答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很清楚 他对于内心的那两岸政策 对于他未来 要担任候选人的 那个两岸政策 他是不懂的 甚至这个两岸白皮书 当时候 在做公布的时候 刚刚国东哥就有说嘛 今天大家问什么 他就说 哇我们请谁回答 就是韩总基在线嘛 韩总基在线 那你会期待说 他未来会有什么好的两岸政策 辩论的时候就不行了吧 辩论他自己要答就没办法 再cue别人答了 没错啊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就像11月24号当时候 反正跟齐迈的一个辩论 然后政见 反正他讲的就是 你问你的 他讲他的 然后就把时间度过 可是大家眼睛中在看 11月24号以前 大家可以被你韩国瑜骗了 可是在现在的 大家眼睛是真的亮亮的 要看你 韩国瑜到底你对于外交 对于两岸 对于国防 对于内政 你什么样的一个焦点跟政策 在今年的1月2号 习近平已经很清楚了 九二共识重新定位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对 那我们就没有听到 韩国瑜有任何重新的 解读跟说法 男人就没声音了 对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呢 到了今年10月1号的国庆 习近平又重申一国两制 所以大家清楚 亡国感是怎么来的 亡国感完全是针对国民党 当时候当韩国瑜走进中联办 当韩国瑜跟国台办见面的时候 你说你承认九二共识 可是国台办也吃了你豆腐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你也不敢有任何的坑声 你也不敢有任何的反驳 乖乖 平衡在回来台湾 好 回到台湾 大家一直逼你 你也不敢说 问你说你为什么进中联办 到底中联办谈了什么话 不敢说 然后见了国台办的主任 你又讲了什么 不敢说 甚至我们听到舒奇说 如果这个蔡英文年任 就会天摇地动火山爆发 我不知道说蔡英文是新任的吗 现在才刚要当选的吗 不是啊 请问这三年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 其实从过去只要说 民进党要执政 从阿扁开始 八年 请问台湾有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啊 可是当时候阿扁执政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啊 哇 陈水扁执政 一定中华民国一定没了 请问有没吗 来来来 师傅跟你要不要回应 现在这个蓝营的这个 所谓的两岸政策 就是炮口对内吗 是不是 都是怪自己 怪民进党政府 我还是这样子讲 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你要有作为嘛 所有国家的一个行政资源 都在你手上 你除了呛吓之外 你有拿出什么样子的 一个对话机制 今天都讲说 好了 如果是要管长讲说 哎呦 两岸的政策就是舔装的话 那我请问 每一年跟大陆的一个 进出口贸易 我们的一个顺差 将近800亿 为什么前一阵子 陆委会还要要求对岸讲说 你不能够把ECFA停掉 如果说这个停掉的话 我们全球整个的一个贸易 我们甚至差200多亿 我相信 委员我没有乱讲 委员我没有乱讲 我没有乱讲 我相信都有数字可查 我们输入到大陆去的 一年1000多亿 他们输过来的500多亿 短差780多亿 差不多将近800亿 这占在我们 每年的一个进出口 我们进出口 我们占额是40多% 我们出口到全世界是增加的 我们占额是40多% 什么的危险是什么 它所有的事情 都40%中国 40% 如果八百亿 为什么要为台湾的会发业 我说一个很简单的 如果中国今天三星的污染 民主的污染 已经这么严重 香港的事情已经这样 我们八百亿 都一定要外人 中国改天 八百亿就等你追来 表示中国国民党对中国的问题 完全没有反应的能力 如果今天不是香港的问题 不是中国政策的问题 是他们改善的 他们国家改善的 我们八百亿就没了吗 表示国民党没有反应的能力 对着国座的议题 如果如果没有外国 高雄市长韩国瑜准备请假拼大选 传出最快是明天早上的市政会议结束之后 就会开始请假 这让落跑市长的声浪再起 罢免市长的行动也越演越烈 副市长叶匡时说 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公文 但市长请假 还是要负最后的政治责任 市长是不是16号就要请假 其他我们就发言来讲 到底何时请假 记者怎么问 韩国瑜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不过外传最快15号市政会议结束 中午过后 韩国瑜就开始请假准备拼大选 议员痛批 那把市民放在哪里 韩国瑜市长明显待呼市长的职守 一定要持续进行罢免的行动 同时我们也不准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 要请三个月长假比暑假还长 议员质疑市长利用上任未满一年 不得罢免的保护赛 来掩护背弃市民请假去选总统的事实 要求韩国瑜干脆主动辞市长位置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公文通知 我们三位副市长都有专长 而且互补的非常好 就算市长请假了 我相信我们市政一切都还会如常的运作 虽然市长请假了 那他还是要负最后的政治责任 市长岂不请假 市府团队也一问三不知 但可能代理市长的人传出就是叶框时 就连16号开始 韩国瑜一连三天屏东造势行程也已经曝光 那韩市长迟迟不宣布请假时辰 动机为何 外界也议论纷纷 好高雄市哪时候开始放寒假呢 现在传出说是在后天 也传出代理市长就是副市长的叶框时 那韩国瑜的发言人何庭欢 他就说了该请假还是会请假 那同时高雄市的蓝营的党团就说 没有荒废市政为何不能够请假呢 嗆瞎了 感觉上这非常的有道理 那他们其实也传出了 韩正营的请厅之旅也都已经排好了 包括10月16号18号是到屏东 是从鹅兰币开始 然后要到屏东的高树乡 那再来19周20号呢 要在台南 要去办一个万人的造势大会 在这个水平温公园 是挑这个绿营的种地 挑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故意的 要来指导这个绿营的大本营呢 来民运的了解 现在韩国瑜为什么 刚刚记者我们也看到了 问了半天就是不讲啊 为什么不事先说呢 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 难道不需要跟议会请假吗 还是到时候来个无预警的请假 那反而不是到时候 还会被骂得更惨吗 坦白讲今天是14号 如果他16号要请假的话 那其实今天也应该要讲了 难道他是 可能明天早上洗牙刷牙 就想说 好我今天开始要请假 福临心智 说请就请 有这种事情吗 那你要请假 你是不是所有的 包括你的代理人 那你的一切的 这个什么行程规划 因为早 其实早就铺陈好了 只是我们真的外界都很质疑 其实我今天也是一直在追 这点也一直在追 因为毕竟我们讨论 他要不要请假这件事情 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 对 从上礼拜 对 对那我相信这个韩正宜 他们一定也会看政论节目吗 他一定知道说外界都在追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出现 他的危机处理能力 确实是大有问题的 因为你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摆在 你要不要请假这件事情上线 包括了 当然我觉得仲将我们的节目是有良心 至少你还会讨论到 他的两岸政策什么的 那其他人 其实他所有东西都被盖掉了 大家都只每天都只是会在讨论说 你到底要不要请 那什么时候要请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 你突显他的这个 这个危机处理是有问题的 如果他今天拿 他只要一天不说清楚 大家所有的焦点 还是在讨论他什么时候请假 然后到底为什么不说他要请假 那如果他说实在的啦 反正他早请完请 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要请嘛 你不如就直接讲了 痛一次短时间 就道歉 对不起 就是我因为我要选总统 所以我必须要请假 那请大家谅解我 我要去美国 或是我要开始全省的这个请听之旅 对名字请听之旅都出来了 对啊名字都出来 而且你的那个不知道十月份的这个行程都已经排出来了 对这礼拜开始啊 对啊那还在装什么神神秘秘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他的这个危机处理是有问题的 难怪有人会觉得说他们的这个团队 决定常常在变 碰到压力也在变 对所以不知道是 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我是真的真的 本人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啦 如果你连一个请假事情都说不清楚的话 那未来谁会相信你说 你的这个国政反反复复 所以还要辩论什么呢 大家考论你请假事情就好了 请假问题都搞不定了 对那再来啦 他这次为什么请假会引发轩然大波 因为他请的太长了 就没有人看过 就是说有一个首长 就是你才上任才十个月 两百多天的时间 你要请假三个月 请假三个月 那而且他又避开总执行 那这次的总执行 我们再强调一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他等于说未来下半 明年一整年的这个预算 都是掌握在这次的这个总执行上面 这次是预算会期 你就是定调你明年的 你的整个总预算 所以大家好奇说 你的总预算要花在哪里 所以他这次 等于说他请假的精华 是避开他总执行 而且是预算会期 所以他才会特别的 这个难以交代 那最后要来讲 你觉得这是他犹豫不决的原因吗 当然不是啊 对啊 因为他都知道他要被骂 总执行这个时间 就一定没办法 那我还要再补充 小小补充一点 我认为了 如果他要避开总执行的话 他就不要再来返校这一招了 还传出说什么 十月底 十月三十一号 还要返校日 返校日 然后短暂接受国民党的质询 然后再来请假 这根本就是脱裤子 怎样这样子 你好无聊嘛 那你本来就 就已经要请假了 那而且你还要接受国民党 因为大家要看的是 在野党对你的质询 你怎么会去 去回应国民党的 帮你的护航的质询 那根本不是什么质询 那就护航啊 那你护航 那随便这样 就是也不是随便 就是说你这样讲一讲 好像觉得有个交代之后 来一个短短的返校 然后又马上又请假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 你要请假 反正一定会被骂 那就不必了吧 那最后来回应一下 就是说刚刚那叶匡时就说 我们三个市长 副市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他可以 意思就是说 好像韩国瑜可以安心去请假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真的不用请假 你就直接请辞就好了 高雄市不需要他 三个副市长就可以了 如果市长请假三个月 那这个高雄市政都可以 这个大家不痛不痒 没什么感觉 那说实在有你没你有差吗 那三个副市长一个 那你真的不用请假 你真的直接请辞就好了 现在韩国瑜 其实都出现很多逻辑 不痛的状况 包括就说 这个刻意去回避 议会的这些监督跟质询 然后去跟这个蔡英文 去校正 说要这个辩论 那你市政 是不是都讲不清楚了 还要辩论国阵吗 庭副委员这部分 怎么看 议会的这个质询 当然议会也要跟请假 不是吗 那你现在到现在 已经都剩下 可能最后两天的时间了 一天的时间 那你到时候在 无预警请假吗 可以用这种方式吗 这样让人家是感觉 对于议会 非常的不尊重啊 到今天 他的发言人 还是说 他要把一些 他的市政手边工作 把它处理好 他才会确定 到底是哪天请假 但是也一定会 跟大家报告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很正式 跟我们讲 是不是礼拜三 就要正式请假了 还不确定 到目前还不确定 那我们要说的 其实 我自己从议会上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 你除了你在被咨询的时间的部分 你一定要跟议会请假 你要跟这个咨询时间的 那个议员请假 不是只有你说 因为我们知道 高雄市议会议长 这个许昆元议长 是支持他的嘛 那所以他没有问题 他觉得就是 对啊 就是好像当他靠山嘛 可是这是一个尊重 你除了跟议长请假以外 议长准假还不行哦 如果说今天是我咨询 你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让我来咨询你 你就必须跟当天的议员 去say个hello 说议员不好意思 那今天我可能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有公务 又是有什么 这个参访的行程很重要 或是要争取预算 没有办法 是不是可以准假 如果那个议员说OK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议员说不行 你还是要瓶子摸着 还是要乖乖到议会里面 这本来就是尊重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韩国瑜是不尊重 你不尊重议会 你相对的也不尊重高雄市民 因为这些议员 人家是选票选出来的 每一个人后面都有背着 很深的一个民意支持 他也有对他的选民负责 他如果被选出来 然后一个这个执询 没有办法针对他自己 区域的一个建设 去做一些询问的话 那市民会说 你失职 居然没有针对议题的部分 去做执询 争取预算等等 是不是议员也没有办法 对市民交代 所以我们在说的是 韩国瑜市长 因为你本身 你已经确定要请假 你其实该做的动作 你要做足 你不能是 好像是怕人家知道 然后怕人家攻击你 那你已经要请假 你还怕攻击 你就是已经不被询了 已经不面对民众了 已经不对高雄市政 有任何你的责任心了 你还怕执询 而且今天 何庭文讲的最好笑 他说 他虽然请假 可是他的心 还是在高雄市政 基本上他还不会放弃 所有高雄市政 请问一个人都24个小时 韩国瑜市长 你本身人留在高雄市 你都高雄市政 都处理不好了 你跟人家说 你爬爬罩 专国爬爬罩 你请假了 你有办法 对于高雄市政做得好 你要骗谁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韩国瑜市长 其实你应该尽早 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都要面对的 你都要面对 你就是要请假了 为什么说不出口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 跟台湾所有的民众 还有高雄市民 交代清楚 你到底当时要穿假 穿假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你今天 谢荣介也讲不清楚 何庭文也讲不清楚 你的高雄市政部的 发言人也讲不清楚 你请问 你到底是有什么困难 难言之以 让你要把自己 的一个请假事件 搞得这么罗生门 然后不断的 媒体一直追 然后追一次 骂一次 这样你的民调会高吗 对 现在韩国瑜 是不是也陷入一个 就是说一个 犹豫不决的状态 跟他当初 是不是要选总统的时候 也一样陷入参考 怎么会这样子呢 要不要请假 反正到时候 都得去面对 只是说现在 包括蓝营的部分 刚刚这个 庭北委员也提到 何廷幻还有高雄 蓝营的议会党团 就说韩国瑜没有荒废市政 心还是在高雄的 那也不晓得 到底多少人能够 去相信这样的说法 东华哥怎么样看 这个情形 到底韩国瑜 是在考虑些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在高雄 我想到有一个嘻哈歌曲 那个九月要跟另外一个团体唱的 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 用台语说虽然他的 滴到我的肉贴 不知道 我的灵魂 因为我是你的 我忽然间 对不起 我刚才刚好想到这一个 然后小玉刚才讲的那个 我也是想很想笑 她说 我们不仅有放寒假 还有返校日 我后来就走路 那种时光吹到 因为韩国瑜比我大一点 韩国瑜创造了很多政治惊奇 就对了 他换句我的回忆 因为韩国瑜比我们年纪大一点 他已经六字头了 我们都五字头的 我们以前真的放寒假的时候 最讨厌的是返校日 你知道吗 真的 因为好不容易放个寒假 我还要回学校去扫地 你知道吗 那现在的小朋友 现在年轻人 大概没有这种事情 放寒假还要返校日 还会扫地 遇到老师 还要跟你检查功课 好 因为只剩八十九天 八十九天 韩国瑜韩市长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建立大多数 他不用全部 至少你应该要过半的选民 对你有信任感 那这信任感在哪里呢 其实就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尤其像他要请假这件事情 其实他要选总统 本来就是开先例 因为只是他是市长选总统 这个上次朱立伦不算 因为是换柱之后 要临危受命 所以真正来讲 韩国瑜市市长是 直较市长选总统的第一个人 那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请假这件事情 早就知道 那因为他又是第一任第一年 所以呢 他的这一个 第二个会 高中市议会的第二个会期 因为涉及到明年的市政总预算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战场 也就是说 韩国瑜市长跟他的幕僚 应该早就要有准备 不应该让请假 这个事情被拿来讲那么久 讲到我都觉得很烦 为什么说这个是很好的战场 因为从来以前没有说第一任第一年的职业市市长选总统 不是说不可以 这是你的权利 那你因为你这个高中市的时间待那么短 所以你必须要向全台湾的人证明说 我有这个能力嘛 那你怎么证明韩国瑜韩市长的能力 他的施政报告 高中市下一年度的预算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题材 因为你从你对高中市的这个预算 你可以知道说 他对高中市明年的发展 或者他投资方向 他的施政重点会在什么地方 那是关键 那是他的政见 这个可以图 我这样子应该没有黑函吧 不会 你非常理性的分析 这样子不是可以 让这个韩国瑜韩市长 有一个展现他 对高中市愿景的一个说明 对 但是因为上次后来 因为不小心他 他在这个说了一句 谁说的之后就 就替什么说 就还不记得说这个 所以韩市长不要随便生气 不要随便说谁说的 那都会走进去 对 那其实他应该好好保护这个机会 让人家知道说 他对高中的明年的规划是什么 我很诚心的建议 那可是没有啦 就是说他现在89天 还来得及修正 就是因为还有几天是市长 还没请假 他应该赶快跟大家讲 他明年的高雄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请假嘛 既然要请假 你怎么说 我的灵魂是你的 不要说我的心还在高雄 因为你这个时候是要心怀全台湾 你如果心还在高雄 那你选什么中华民国总统 这个是矛盾的 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要挑一 他就说 你既然要选总统 你放眼的就不是高雄了嘛 对 你不可能 可是他又放不下高雄啊 对不对 你就是要透过你的市政报告 因为放下高雄丢掉高雄 就变烙好市长 罢了这个出事不能 零肉分离 对啦 刚才我们老婆会说 你这个 东华哥还是有一种可能 他担心那个霸函行动 那个声势会更高 现在提前两个月已经达标了 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会激化那种高雄人被骗的感觉更强烈 没办法 因为这是他的选择 就是说 其实这么讲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说 我们不是黑寒 我就一定要借湘荣兄的那句话 那句话叫什么呢 四个字 就是第一任第一人出来选 你要克服的什么 政治背信 对 就叫政治背信 那你要怎么克服政治背信呢 就要靠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言行举止 去告诉高雄的人 我虽然一年不到要离开 但你还是可以相信我 那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去说服高雄 所以何廷欢出来讲了嘛 对不对 心还在高雄 所以就是身体是 身体不要在哪里 头衔体正直 那我们就唱歌吧 这个就是只能唱 就唱歌 那我要请教世伟哥 这部分到底韩国瑜在考虑去什么 是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吗 你说要请辞 要请假 这都是他的权利 但是今天为什么讲说 是怎么你做决定 你怎么都外宣布 他有做请假的一个思考 但是还没做最终的确定 大家不要忘记了 他一定要请的啦 他一定要请 我同意 我政内部位是主张一定要请的啊 但是有的人就会讲说 你到底是明天材 到底是当时 大家都这样子 讲说 他今天回避到议会的前途 今天面对咨询 你妈妈 没有面对咨询 你妈妈 我之前就讲过了 在四五月份要参加初选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讲说 他要代职要参选了 这个部分在我们党内初选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知道 没有错 绿营也是又招 靠一句上个单元 蔡英文讲的 民进党不知道在买什么 韩国瑜要决定请假 他就会跟各位来做宣布了嘛 韩国瑜韩市长可不可以请假 当然可以请假 请假是一定要请的 关键在哪里 就是处理请假的过程中 处理的漂不漂亮 关键绝对不是民进党 或者是其他人的批评 关键是老百姓买不买单 觉得韩国瑜韩市长请假请得漂亮 我们支持他请假 我们支持他请假选总统 我们刚刚的讨论也没有说 韩国瑜不能请假 剩下都不是关键 因为视为刚刚那样的讲法 其实我觉得对韩国瑜的帮助 可能是复分啦 不是不大 怎么会复分 是复分 为什么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韩国瑜一定势必要请假 那现在问题是说 你因为你迟迟不肯把这件事情给决定 就遇事犹豫不决 让外界有不同的猜测 可是你另外一方面 其实却又已经排好了 接下来的造势行程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样子的 影响 第一 何庭欢今天又在群组被骂到臭头 所有的媒体都疯狂开骂 因为问不出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请假 你惹毛了媒体 第二个 你惹毛了市议会的议员 因为你都已经排了行程 你明明要请假 可是你却没有对于议会展现出 我尊重你的态度 那议员感受到不被尊重 你说大家火不火 一定会火嘛 那第二层次的问题是说 对 没错 刚小玉讲的 因为大家都在期待 你发大财当初的竞选口号 能不能够完整落实在你的预算书当中 你对于明年一整年高雄市的市政的计划 透过你的预算书被表现出来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预算会期 可是你却没有要对你的承诺 未来一年的高雄的承诺 做出任何负责任的态度 这件事情是高雄市民会看不下去的地方 再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的这个造势行程 从屏东开始 劈里啪啦一直排到台南都已经排好了 你在其他县市的市造的越大 你在高雄获得的反弹 那种相对被欺负 被忽视的那种感受 就会更强烈 你在别的县市 这个开的支票越大 因为你未来会开全国的支票 对于高雄这个地方的人 你跳票的感受程度就会越强 这件事情绝对是相对的 对我们高雄人来说 结论就是市长抛下了我们 市长走了 然后剩下的副市长 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 叶匡时现在要带 可能媒体报道来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也都什么都不公布嘛 好假设是叶匡时要带理市长 我就保佑啦 你叶匡时最好在高雄市政很了解 你就不要也在议会里面犯了同样的错 一问三不知 问什么东西你都回答不出来 变成一个转接头的总机 然后也拜 也保佑高雄接下来 你请假的这三个月 不要有发生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因为那些都会加深高雄霸函的 这个罢免数 也就是说你抛下高雄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罢免又重新热一波 冲一波的 然后再往上来 没错 那过去一段时间或许那个罢免稍微冷了一点 因为开始的时候的确风风火火 然后可能后来比较平静 处于一个冷静期 当你开始请假了高雄 如果又有什么状况 叶匡时又回答不出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你那罢免会冲 对到时候恐怕 冲一波会冲很高 韩国瑜想回来救都没有办法 我简短补充一下 针对行程的部分 竞选办公室都还没有对外做宣布 你外面在额船的 你看到前一阵子 9月7号就讲说 韩市长要到基隆 要到宜兰 我就讲说没有这个行程 那有没有确定 前一阵子也传讲说 韩市长要到台东去 我们也讲没这个行程 我相信如果说有确定了之后 我们一定会跟外界做报告 那你讲说 这一个额船的一个行程 怎么样子 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做报告 竞选办公室宣布的为准 那你今天韩市长 他的请假的部分 我相信还是以他 自己的一个宣布为准 一样的嘛 你19号20号 那个是假日了 那你如果讲说 非假日的一个期间 你在额船的时候 还是一切以我们竞选办公室为主 他要开始请假时间 是10月16号 所以说嘛 我还是一切以韩市长宣布为主 是韩市长自己宣布吗 还是因为 谢龙健他也是进办的 刚刚董豪兄已经讲了 你真的有衰退没衰退 那请大家不要那么急 韩市长一定会跟外界来做什么 市伟兄是你刚刚讲说 以进办为主 那进办因为谢龙健 也是进办的执行长 那怎么会何庭换又把他打理 到底要听谁的 我刚才说也是行程 这一个请电视力就行程 市委员所说的 你扁好了 不是你扁完 不是 我一直告诉你 你来冷静 你来冷静 要笑谈用兵嘛 你来笑谈跟空民的一样 你来笑谈 后天就知道了吗 今天十四号要请假 大家又要 你这个市長很奇怪 发言人讲那种叫做 说得粗糙就去批尾了 该请假就请假 市長是公務人员 你不请假 你去打麻将 那你所有的公務市公務人员 你大家讀市長 不用请假 四月去的 不但你去用解职 你还要吃官司 人家把这事当作严重 就是在这 你是市長 所以说要年纪 你发现怎么说 该请假就请假 那好像没人家找的 你飞月嘛 我真早就说了 总裁 请假不请假 对韓国的宣情影响不大 不大 絕对影响不大 那不是什么努力的事情 因为你真的感动不了选民嘛 两军在对阵的时候 纯三个月不九十天的时候 谁能感动选民 胡老虚幼 啊出来支持 那这样有法度 不是在打架 打架说我亲家要来参串 他现在拖拖拖拖 出力的过程 等到有扣分 尤其杜吴欣 我再说一次 不要学马英九世的什么long stay 倾听之力 你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你还在倾听啊 拜托韩国瑜 你好像不是生活在台湾 台湾的这些问题 你都不知道 你是已经是总统候选人 如果说你还不是总统候选人 你在各地倾听人民的辛苦 人民的安装的时候 我们鼓掌 倾听再倾听 你现在是候选人 你到每个地方是要去解决 宿民继承大众的困苦嘛 谁在给你倾听什么东西啊 什么long stay 那是马英九那种 蒋经国事的权贵 要落在山下 好 来你们家 来给你拖 给你拖拖 好 大家很感恩 你韩国瑜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嘛 你现在不叫倾听这些 四伟 四伟 把你们建议的回忆都来开花筋盖 我们不是要黑 实在给你苦口 苦口 国董哥都建议很多 建议中的国家 你现在请听 有什么好请听 当然要请听 你的市长在请听的时候 哪一件你做到 你没做到嘛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结果做的是忙碍 不要谦卑 你到那个地方 先要跟你讲 我要解决你们什么问题 好 你们这边 我说给你听了嘛 青年最痛苦的 房价高 不敢生结婚 不敢生小孩子 薪水低 你要怎么解决 你不是去那里请听 青年生活很苦 很低薪 我想怎么这个总统 候选人 你好像以前都不知道 你每天打麻将喝酒 都不知道人民 什么生活痛苦 你现在才来请听 要选总统 你再来疼吗 Long state 你去人家 Long state 人家这间房子发生什么事 你马上了解 我来给你解决 这样不真对嘛 马英九那一套 我不好讲 你的国政顧問团 已经都是马英九那边 六三三没有做到 搞得马英九 民调低到九点二趴 被下台了 你现在还在用那一套 Long state又请听 又用这批国政顧問团 我不知你西蒙法 把三头六臂的兵 也应该比较厉害 你要讲出你的道理 好 再许一次给大家看 再许一次 连你的寒天时报 都跟你讲了 要端出庶民套餐 该山山端上桌了 才能逆转 不要再搞这一套了 这不是我讲的 四伟 不会啦 这是旺旺集团 人家真的厉害 你叩叩去讨论 没有办法逆转 如果他去台湾 说改革什么问题 民調马上跳起来 比如说去苗栗 说为什么财务这么困难 我来要解决你苗栗 为什么财务困难 去新竹 新竹像房价这么高 为什么我来解决 人家要听得多 人家扶老师 又来给你指指 你去那里又要听说 苗栗为什么会破产财政困难 那就你去听 苗栗哪一个不知道 苗栗的公园在哪里 不知道说他们苗栗的 营业库存已经都没有了 对不对 管长都要默奢 你去那里又去请厅 所以都完全 全都有病 我说你的情价感动不了 人的心 明明知道 后来就要回兵党 你刚刚在中心 咕咕摸摸 这种总统 后三里 后三里要同情 再来关心全台的立委选情 在郭台铭宣布 不选之后 他现在左右逢源 不只国民党的立委 希望党中央 能够促成吴郭会 也分担这个基层 郭粉 韩粉 护杠的压力 那另一头呢 为了冲民众党席次最大化 柯文哲是抛出 郭台铭列第一 那这个柯P是列34名的一个构想 还传出明天呢 郭台铭要跟宋楚瑜会面 但双双遭到否认 来看VCR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为了冲立委席次极大化 向郭台铭提议 不分区立委 国列第一 柯列34名 希望吹出 郭粉和柯粉票 替自家不分区立委 撑出参选空间 在不分区名单方面 其实现在跟民众党都还在协调 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单出来 那之前也强调说 郭台铭先生 他对于这个 加入民众党成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并不是他人生规划的剧本之一 而且他现在无党一身轻 所以目前都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主动提出说 希望列在第八名或第十名 来方民众党冲政党票 没有没有 我们这部分没有主动提出 这方面的要求 依照选霸法的规定 的确是要成为他的党员 那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 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关卡 眼看2020国科双母鸡 辉军国会的态势大致底定 国民党立委对选情焦虑日渐增加 有来因党内立委喊话 希望再次促成吴国会 也请郭台铭替立委参选人背书 分担基层粉丝 互杠压力 其实郭台铭先生这个品牌 当然对于整个站台来讲 或者浮选来讲 真的是蛮大的加持跟助力 这一点我们相当肯定 但原则上这一部分 只要认同郭先生理念的人 我们之前也说过 不分蓝绿我们都不排斥的 郭正宁没把话说死 还把球丢回给国民党 游走蓝白之间 无非是想获取最大政治利益 我们看到现在第三势力的最新发展 郭台铭虽然说是退党 而且不选了之后 现在似乎蓝维想要找他来站台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蓝维的新声音就传出了 想找郭台铭站台 但是又怕韩粉的围剿 希望党中央能够解套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会有 双母鸡的这种效益吗 但是因为另外一母鸡 韩国瑜他在南部的部分 他会变成一个 没无法下蛋的母鸡吗 因为现在高雄的一些立委 好像也传出跟韩国瑜的看板 改版了变成一人居多 其实在北部的部分 我们也顺便跟大家讲 在北部分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基隆市议会的前议长 他现在要选立法委员 他竟然找柯P 他说他是柯粉 希望柯P能够支持他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明昀你的了解 先讲郭台铭的部分 其实真的就我的了解 是说郭台铭他只想选总统 那如果说他总统 这一局他没有选的话 其他他其实是有点异性阑珊 那只是说现在就是 他有一些郭家军 想要选立委的话 那他就是尽可能的 就是如果要资源 要站台 他就可能去 等于说去帮他们辅选 但你说他自己 就是什么雄心壮志 要组一个什么党啦 然后郭家军 要进军国会啦 其实真的就我了解 是旁边人在敲边谷 但他郭台铭是自己 真的比较异性阑珊 这个是我了解 郭台铭现在一个现况啦 好那再回过头来 就是讲到说 国民党现在的困境 就是说照理说 你的这个 现在的母鸡 确定就是韩国瑜 那应该是以韩国瑜 马首适瞻 就是帮他挂看板 帮他挂看板 然后请他积极去站台 可是现在看起来 尤其不是这么回事 尤其是在北部 越偏北部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跟韩国瑜挂看板的 现象其实是真的 不能说没有 但是确实是非常的少 那我当然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蓝营的 一些好朋友 在参选立委 他们有讲到 他们的忧心啦 就是说现在韩国瑜 到底在北部 还有多少票房 那当然大家会打一个问号 那尤其说 现在还要找郭台铭 来这个帮他们站台 然后就说 还要促成双母鸡 其实坦白讲 以郭台铭现在的态度 都会觉得说 你国民党 不要再来吃豆腐了 然后这个 这是对郭台铭来讲的 希望国民党的 可是郭半年不是说 他们不排斥啊 如果你跟郭董 有相同的理念 他们都是很欢迎的哦 对不对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喊话 对不对 所以可能有一些蓝营 对他产生了一些 幻想跟期待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郭台铭不选总统之后 那个蓝营的 蓝营立委的幻想是说 那至少可以接收一点 比如说知识栏 经济栏 或是说郭粉 老虎军传的票 那当然如果 可以再多一点的话 心率上有 郭董的资源的加持 我不敢说金钱 但是资源的加持